我们讲过了情绪调节的基本原则 接下来我们就展开来讲一下 一些基本的情绪调节的方式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 我们刚才讲到说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这件事情对于情绪调节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什么样是对情绪来说健康的生活习惯 当然大家可能看过很多养生贴 吃绿豆 或者说每天要搓什么地方 之类的这些 那么我们说从情绪的角度来说 那些是比较有帮助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保持适量的运动 因为我们说我们有很多情绪激发的能量 堆移在身体里面没出去 怎么让它发泄出去 通过运动发泄出去 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原理 然后我们讲说 运动适量运动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 对情绪有帮助的适量运动 因为我们说现在健身在国内也是非常流行的 因为看到很多人他们会出现这种 为了增肌 对吧 为了减脂 对吧 为了形象好 就是此类 而这样的运动它其实具有一定的 就是挑战身体极限的成分在 或者说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 或者是某种竞争性 甚至其实很多时候在健身房里面是很有竞争性 你跑一个小时 我就要跑一个半小时 对 这卡路里算着 你今天干掉多少卡路里 我今天要干掉更多卡路里 这种健身方式并不是我们说的 对情绪健康的健身方式 或者运动方式 很多时候它最后的结果是 整个人身体过于疲惫 等到结束的时候 你反正觉得更累了 你并不觉得有精神 或者你觉得 其实刚练完还觉得挺嗨的 然后第二天就起不来了 觉得保重爬上爬起来 我可以不去上班 不能 对 然后情绪就下来了 对 所以我们讲要保持一个 对于你的情绪健康来说 适量的运动 这可能事实上是因人而异的 如果你一开始运动量就比较小 你可能骑个自行车 走个路 穿穿步 如果你过去情绪运动 这个运动量相对就比较大 那你可能是跑步 或者做一些力量训练 都有可能 然后现在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项目 然后去选择那些 尤其鼓励大家选择那些 你做起来比较有乐趣的项目 对 就是像比如说 有些同学说 我要就是跑是吧 跑两个小时 然后 那个 一边跑 你在这个健身房间上看 一边跑 然后一边看着 看着 那个看着电视 这儿一小电视 跑跑跑跑 然后跑一个小时 然后就下来了 当然你说从这个心理 就是从身体角度来说 有没有帮助呢 也有一些好过步运动 但是你运动的时候呢 其实你的心理上并没有参加运动 所以它的帮助又非常有限 所以最好呢 这些运动是能给你参与感的 所以你能大概参加一下 比如说 有些同学喜欢跳跳操啦 或者参加一些搏肌运动啦 都是不错的选项 一个有乐趣的 适量的 让你练习完了 我觉得兴奋的 不会太累的 至于增肌减脂什么的 你跟你的其他健身教练 可以慢慢商量这个问题 但那可能并不一定是 对心理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运动是最重要的 也是首先的 也是我最想强调的是 因为现在 现代人 几乎大多数人都是做办公室 你做一天 然后下来以后 身体嘛 你不是死了吗 也基本上是在装死 那么首先要把身体唤醒过来 那么你有了一个相对而言的合适运动时候呢 我们接下来就谈到要有一个相对规律的饮食和睡眠 在这里呢 我们也不是说大家要睡个子午觉什么的 然后或者说这个一定要早睡早起身体好 是吧 早起早 互相叫早起啊 然后这种 然后我们这里讲的规律的饮食和睡眠是强调的是规律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早上八点起 晚上十二点睡 你就天天早上八点起 晚上十二点睡 你要是早上五点起 晚上九点睡 那你就天天早上五点起 晚上九点睡 你不要出现今天早上八点起 第二天早上五点起 有事 后天有个懒觉 我们睡到十二点吧 这样 然后这种情况对于身体是非常难以适应的 就好像你天天在倒时差 你跟坐飞机的一样 你今天在德国 明天在中国 然后后天在澳大利亚 你让你的身体怎么办 对 然后 以及吃东西也是类似 比如说我今天吃特别多 然后 我原来有这个 这个有来访说 哎我情绪非常不稳定 那怎么样 然后他吃饭是这样的 就是 他饿了以后呢 一顿吃掉三顿的量 然后接下来第二天 今天和明天可能都不需要吃了 对 然后你觉得他血糖能正常的量吗 对 那你血糖上下 你情绪就会上下 肯定会有上下 血糖 唰一下就上去了 唰一下就下来了 然后我说你能不能吃匀一些 每顿吃差不多一些 对 所以我们讲 在我们讲对情绪来说 最重要的是规律 当然我们就有同学说 我这个生活它没法规律 像我以前给比如说演绎的或者模特讲过课 他那个工作就是一上台 然后就是一个星期不睡觉的风格干 然后或者一上剧组几个月就不活了的概率干 然后下来以后就什么都不干 然后当然这个生活的一定程度上确实自己操作不了 那你就从能操控的尽量去操控就好 你说我相对能操控睡眠的时间 就操控睡眠的时间 相对你说吃的能好一点 你就好一点 或者说我说我能操纵的就是我能 每天我一定吃早餐 也可以 大家也不要对自己要求说特别高 我们要达到一个完人的水平也不用 但是一定的规律 对身体和对心理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第三个可能我们讲对情绪有帮助的 就是减少咖啡 香烟 酒 以及其他 我们就是大家就最好不要去碰触的这些东西的摄入 因为其实很多我们讲兴奋类的 会使你兴奋的这些产品 比如说这个香烟或者说是咖啡因 那么它在一开始会让你情绪上去 但它烧掉了你很多的能量 接下来你情绪会掉下来 酒也是这样 酒是我们讲在临床上讲叫做抑制剂 什么叫抑制剂 就是你上去情绪上了以后 你情绪会当到底 由于接下来喝了酒你会当到底 因为它是抑制性 它不是兴奋性的 所以这些方面的摄入都要相对能减少尽量减少 如果说你觉得我真的醒过来 你可以泡狗旗喝 或者含西洋芯片 这是健康的多的方式 好过说一天三杯五杯咖啡在这喝 喝到成瘾的这个地步 而且尤其非常重要的是 有些时候 如果说尤其是如果你有焦虑问题 香烟 咖啡这种是会使焦虑问题恶化的 因为它事实上击活你的焦感神经 使你更加紧张了 非常更加紧张 那时候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有惊恐问题的来访 就是它会突然焦虑爆发出来 恐惧会爆发出来的这种 我们都建议它就不要抽烟 不要喝酒 也不要喝咖啡 因为有些时候 这个神经性分都不一样了 它神经自己 你身体是在企图调节自己 但是它 你不断地给它各种各样的物质 它就变得难以调节了 那可能就 把自己就崩下去了 是这样子 然后最后呢 我们也说稍微讲一讲基本的食补 然后这个基本的食补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什么 吃红薯 每天吃三斤什么 这种食补 我们这个养生类的食补并不是 让大家有几种可以选择的 养生素 首先 尤其是大家经常在外面吃 然后吃饭比较偏食 挑食 这种同学 而且你要一定要问问别人 觉不觉得你偏食和挑食 因为我发现很多偏食挑食的同学 自己是不会意识到的 比如说我过去 有一个朋友 然后他 一直只吃米饭和肉类 他自己完全没有发现 后来我们一起出去旅行 我们说大家一起点菜 因为他要一直在家里面跟老公在一起 然后老公也是这个风格 然后孩子也是这个风格 他什么发现都没有发现 我说你这个点菜是不是 你是不是偏食呢 后来他说不可能 我怎么偏食我30多了 我要偏食我自己不知道吗 对吧 然后我们说 但你这个吃的种类吧 他一算了 真的是偏食 确实是不吃菜 没有什么 就是不吃菜 对 然后成年人这方面非常难以意识到 我们讲 我们有个笑话说 为什么父母从来不挑食 因为父母根本不会买自己不爱吃的东西 所以你会经常自己没有买 然后你自己就不会意识到 我其实这个也不吃 这个也不吃 然后注意一下 自己营养摄取 这方面 有一个相对平衡的营养摄取 没有的话 至少去把一些我们讲综合卫生素 大家可能在市场上买到各种各样的综合卫生素 先吃上 免得你身体是把甲不够了 过一阵你心跳就 心脏觉得不太行 对 诸如此类的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们先把基本的综合卫生素不够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如果你情绪比较低落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卫生素B 它非常好的 尤其是B6和B12 是非常好的 对情绪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维生素D3 我们刚才说B是AB的B D是ABCD的D 维生素D3 尤其如果你很少 你在写字楼里工作 你平常根本不晒太阳 或者像北京这种雾霾天 是吧 你出去晒太阳纯属自杀 然后对吧 这种情况 那么你怎么办 其实就可以吃点维生素D3 因为事实上 你晒太阳的时候 身体会合成一些东西 如果你自己不晒太阳 合成不了 那你只好靠吃了 我说想说D3是不错的 另外吃深海鱼油 比如说 深海鱼油 比如说叫做Omega3 然后大家在选购的时候 深海鱼油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大家在选购的时候 一定要选购 相对来说价格 性价比适中 就不要价格太低的 因为很多人吃那个东西 会出现 因为选择的这个价格过低 里面的鱼油 不是什么好鱼油 但你闻不出来的情况 来注意一下 最后就是 如果焦虑问题比较严重 可以吃叶酸 然后就按照基本 标本这样吃就可以了 基本的吃点叶酸 有些时候其实 有些时候其实是叶酸 那个不够造成的 然后可以去吃一家 看一看 然后这个叶酸 大家也是注意不要吃叶酸亚铁 要吃叶酸 叶酸亚铁是孕妇吃的 你知道是叶酸 是这样 而市场上你看会非常容易看到 都是卖叶酸亚铁的 你要找 那个是叶酸的那个东西 因为孕妇 我们现在孕妇多 大家就这个东西好卖了 就会很多人再卖 然后也鼓励大家 每年去提个简 就是很多 我们讲生理疾病 也是会对情绪有影响的 比如你抑郁了 首先考虑是不是假简了 是不是肝炎了 对吧 然后你如果说 觉得记忆力减退 什么什么之类 你考虑是不是脑子 什么地方 有多脑瘤了 或者说是出现一些病变了 这种 然后很多内分泌失调 甚至有些时候过敏 都会引起这种 很强烈的这种情绪反应 所以大家就是照顾情绪 首先也是从身体开始照顾起 也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讲完了说 这个从身体的角度去照顾情绪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说 好 我们身体照顾的差不多 还可以 或者说我们现在 虽然照顾的不是特别可以 但我们只能照顾到这个程度了 我们工作学习 现在就是这样子 没办法了 那我们有些情绪就是 就是不舒服了 接下来怎么办 那我们讲 接下来就是就要去给情绪留出空间来 你要有一些空间 事实上去处理 或者让情绪处理它自己 如果说你一天都在忙 然后晚上只有睡觉之前处理情绪 那你晚上睡得着太奇怪 对不对 然后那你就失眠 对吧 让你说为什么会失眠 为什么呢 对吧 对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像这样子 那所以你要搬出一点点时间来 你说短的一天 比如说睡觉 你说睡觉真是有个二十分钟 你说一会儿你一个星期 我能够一两个小时 那我就就稍微让情绪出来 出来兜一兜 对 就把你平常对它控制都那么紧 对吧 人家怎么也得有个放风机会吧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 情绪是需要放风的 然后这个给他一些机会 可以让他放风 因为这个 你可以比如说 留出特定的空间来 特定的时间来 我是比较建议留出特定空间时间的 因为如果你不留出来 就我的经验而言 大多数人 这个时间空间 就会不知不觉的不见掉了 然后比如说 你今天听我讲这个课 你会觉得 挺重要的 我有空要处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然后就过了两个月 然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你也不记得我讲过什么了 这是非常常见的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 有太多太多的杂物了 所以我们要说 怎么去 怎么去让他 事实上让你能够 有机会去处理情绪 或者让情绪有机会出来 就是你确实要给他留时间出来 你就留个时间出来 而且我们讲 在留时间出来处理情绪的时候 我们讲 是留时间出来 让你去面对情绪的 不是留时间出来 让你去逃避情绪的 比如他说 我需要处理一下情绪 我一个星期留两个小时时间出来 看个美剧 对 然后 这个 你看美剧 也许你情绪其实是好一点 但是它其实是个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你情绪还是没有受到处理 只不过是情绪怼在那边 然后你看这边 然后你感觉 这边看起来还挺亮丽的 对 然而这边还是 早晚有一天溢出来 对 所以它其实 是一个要直面情绪 这样一个时间 对 所以这个正因为如此 所以大家在一开始 可以对自己 比如说 我来个15分钟先试试 20分钟先试试 因为其实蛮多人 这个情绪那时候能力不那么高的 对自己的情绪 然后慢慢的 你可以再拉长这个时间 你可能跟情绪相处多了 你会发现 我有更多的事情要处理 我觉得20分钟可能不够 我这个星期有时间 刚好 我去一两个小时 去做一做之类的 但 如果一开始 可能就一两个小时 可能大概到了半个小时的时候 你感觉我这辈子 再也不想做这件事情 让情绪去死吧 是吧 可能会有这种心情 那也不是我们的目的 那我们讲在这个时间里面吧 或者说 在这个空间里面 去做什么 那我们就做一些 可以跟情绪接触上的活动 那比如说 有一些表达性的活动 比如说你去 你去参加一些自由的 比如说自由的舞蹈活动 这是不错 这个 但你要找一找 因为我其实也 因为为了来访的缘故 经常会找一些 比如说艺术表达活动 绘画活动 表演活动 或者说是 这个舞蹈活动 这些呢 其实都是我们讲 从心理角度来说 非常好的 去跟自己情绪接触 甚至去表达 发泄自己情绪 以一种社会能接受的方式的 这样一种良好的方式 但是在中国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东西好像会变了味儿 然后这个舞蹈呢 就变成我要跳什么动作 画画呢 就变成我要画出什么作品 然后表演呢 就是我学了这个技能 接下来我在谈判中上怎么使 就完全变成一种技能 而跟自己真实的情绪 感觉又脱节了 所以当你去找这些活动 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 你去感觉一下 是否你在 你在这个时候 你的情绪能够获得表达 或者你是 是一个有情绪的人 待在那里 还是你在想 我要再这样多掰一掰 我认带就拉开了 然后接下来 我就可以跳这个动作 然后 那这可能就是完全两回事了 然后另外呢 其实也可以试试写作 写作也是不错的方式 其实蛮推荐大家 现在有很多这种 什么创造性写作的课程 但是同样 一样的问题 就是 现在有很多创造性写作的课程 主要是为了让大家 编一个更好的故事 来拉投资 对吧 但我们 我们说的写作不是这种 而是一种自我表达式的写作 就寻找这样的机会 大家一起 就是写一写 或是也许互相去看一看作品 所以 其实我知道有这样的群存在 这样的圈子存在 那么可能会是对你很有帮助的 这都是一些可以自己所采取的 就可以去采取的疗愈方式 最后呢 也特别想在这件事情上呢 也特别想在想给大家强调 所以说 就是说 如果你不关照情绪的话 关键时刻 情绪是不会关照你的 所以 这跟 这跟人际关系是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留时间出来 如果说你说 好 我所有的这些 我现在都没有合适 你真的找个时间 就跟自己待一会儿 哭一会儿都行 没关系 就 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就可以 并不一定说 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但如果 有一些更有利于 情绪表达的事情 尤其对于我们很多人平常 很少去接触自己的情绪 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冲击自己的情绪 那么 如果有一些辅助的方式的话 也许会使这件事情 变得更容易一些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